我們必須承認民進黨不完美 會犯錯 但是民進黨會反省 會改進 會快速的調整 疫情 通膨 以及全球經濟衰退 加重了人民生活的負擔 所以在選後 我們提出了以後特別預算 採取了一連串的措施 持續的來照顧人民生活 減輕人民壓力 除了補發6000元外 我們提供受到疫情衝擊的中小企業 和農民朋友更多的協助 我們提出解決缺工的方案 加強留財久用的機制 我們正持續的調整產業體質 持續的強化我們農村跟漁村的基礎建設 我知道大家很關心居住正義的問題 這幾年我們多管旗下健全房市 我們修正了平均地權橋例 來壓制炒房 我們的社宅發包新建 加上包租貸管 總共20萬戶的目標可以達成 我們推動房貸支持的方案 以及投入300億元 擴大租金補貼的適用範圍 預計會照顧50萬戶的租屋主 我知道這樣仍然還不夠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擴大清安貸款 減輕首購族的壓力 我們要推動存房稅2.0 提高存房成本 降低自助負擔 我們也全力支持 賴清德副總統 也是我們的候選人 所提出的25萬戶直接興建設宅 加上25萬戶包租貸管 讓設宅規模擴大到50萬戶的計畫 再加上租金補貼 再加上租金補貼 我們預計總共將協助 百萬戶的租屋需求 居住正義這條路還很漫長 但是民進黨一定會繼續做 努力做 讓賴清德接手蔡英文來做 好不好 大家有TPAS嗎 透過TPAS 我們鼓勵大聲公共運輸來節能減碳 同時減輕我們通勤族的負擔 也讓都會區更為減壓 雖然選舉選輸了 但是我們所提的政見 我們就是要努力實現 這就是負責任的民進黨 大家說對不對 年輕同學和爸爸媽媽 我們賴清德副總統 也是我們的候選人提議 我們行政員拍板 我們市立大學 市立大專 學校的雜費補助 每年三萬五 每年二月實施 大家說好不好 不止如此 我們還要落實十二年國教的免學費 放寬學貸生貸 還有還款的條件 這些新的措施 不但降低人民的負擔 也進一步落實教育平權 孩子的零到六歲 國家正在跟你一起養 接下來零到二十二歲 國家跟你一起停 好不好 好